重大喜讯 犹灾官宣得子 神子正式降生 刚好是会走位的射手座 天生ADC 还没学会走路就学会走位了 此子恐怖如此 乌兹此前给他取名早子 18年后 继承乌兹的爱称枣子哥 LPL的AD之光来了 转会动态 LPL终于憋不住了 京东官宣尺地左手扎盟 希望明年世界赛 能听到米勒喊出 杀Viper杀Viper 保尺地就能赢 京东这艘银河战舰组建完毕 满分10分 小伙伴们打几分 请弹幕评论 京东不愧是涛博的兄弟战队 官宣选手都攀比 涛博今天中午官宣Rookie加入 京东随后官宣双C 压你一头 明天剧本我都想好了 涛博官宣大黄Mark许约 京东官宣369Missing许约 还是压你一头 明年的比赛 粉丝间火药味很重 让我们看看 谁在裸泳 UP官宣 公爵成为自由人 至此 下季赛首发五人全部离队 宁王完成ET5 微博官宣蛇蛇离队 苏宁最后一次血脉被斩断 赛哥完成ET4 这次宁王赢了 据越南媒体报道 首富有可能加盟GAM BCS能买得起他的 只有GAM和SGB 水牛被韩国收购 应该有预算 首富花落谁家 近代官宣 其他转回动态 李宁从RA手中截胡了Z卡 还在求购小奶油 这颗寒意的爆料对上了 李宁确定的中单不是试一挂 快保留队 大主播的喇叭没电了 不过心情不错 应该找到战队了 外赛区消息 100T官宣大师兄 比尔森加盟 北美幻神他来了 TSM双C相会100T 开始最后一舞 一季官部调侃 100T 100老头 大师兄突破16强 就是成功 击兔官宣 Yankos离队 小羊变老羊 新赛季加盟TH 最后聊聊全都的赛事 季前起航赛 将取代卢阿鲁全明星 1月10号到11号 各大赛区将一同举办 一场为期两天的 特殊直播活动 展望2023赛季 介绍值得关注的选手 公布卢阿鲁电竞赛事 新年的计划 LCK已经官宣名单 Faker和DAFT担任队长 负责选人和打表演赛 16号进行搜罗赛 以及选人环节 两队将在1月10号 展示表演赛 LPL正在准备全明星 暂无消息 有一点可以确认 队长人选各家粉丝 又会打得头破血流 而且没人会请假 感谢观看 求关注 下期再见